好,那利用大家還在下載的這個時間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OneNote大概基本的使用方式 您進到這邊之後,除了在右手邊這裡 您可以看到我這邊有準備一些相關的連結 還有相關課程以外 這裡如果比較多檔案,你可以按右上角這邊 好,這個鍵頭你可以打開,就可以找到更多 那待會呢,我們上課的過程裡面 我都會把我們的那個錄影片就隨時傳到雲端音節上 您有需要就可以隨時看 好,那課程結束的時候 可能再麻煩大家到這個地方 幫忙填寫一下這個線上的問卷這樣子 就在上面填會比較快一點 好,那我們主要的資料呢 除了您看到簡報以外,您可以從這邊任務裡面 我有準備很多 好,有準備很多 那每一個裡面呢,它都有一個單元 這裡有個單元,您可以把這裡按一下 就可以進來做學習 好,就可以進來做學習 這個是所謂的翻轉學習平台 從右手邊,我們這裡有個S-Mind 這個免安裝的版本 好,它免費的 那本身官方就有提供免安裝版本 您就可以打開 你看我們在這邊 平常我是像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用的FocusSky啦 或者Praise 它們都是一樣的概念 都是用心字圖的方式 也就是跟我們一般傳統的PowerPoint比較不同 PowerPoint也好 或Keynote,它們都是一個什麼 一張一張的方式 所以你沒有辦法 就是說把一個完整的概念 比如說我今天要介紹一個人體 你不能說我這個人體完整的放一張 然後呢 我要介紹身體裡面 比如說我要介紹肝 我要介紹膽 我就必須要準備另外一張 那如果你是用心字圖概念 我就直接Rubing進去好了 好,就類似這樣的方式 所以呢 這個地方您可以參考看看 好,我可以再考 那 這邊呢 我也提供幾個 就是 除了用我們現在新的FocusSky以外 你也可以看看我另外Praise的簡報 Praise的話呢 它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網路連線速度 尤其像比如說 像我們現在這樣 連線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那怎麼辦 因為你的授權範圍 就是你用的是免費 或免費教育吧 它只能在線上看 可是FocusSky它有一個優點 你可以在本機直接看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說 網路連線的問題 好,所以這個是 您可以簡單多的參考的